王阿九 怎么还睡觉呢 赶紧起来了 起来干什么呀 今天周末 上补习课呀 八点的时候语文课 十点的时候数学课 十二点的时候还有英语课呢 下午的时候还有美术 音乐 书法 钢琴 赶紧起来 爸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能不能不去呀 什么 不去不行 赶紧起来 可是我现在头晕难受 好像还有点发烧了 一点小病不影响的 赶紧起来上课了 好吧 快点啊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下课 来喽 王阿妞走 你一起出去啊 王阿妞走 你一起出去啊 王阿妞走啦 你怎么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他发烧了 那还等着妈 赶紧送医务室去啊 叮叮叮 走走 王阿妞你醒了呀 这是哪儿呀 爸你怎么在这儿呀 这是你们学校的医务室 你怎么晕倒了呀 我也不知道 我只记得上课的时候头好痛好晕 然后我就不记得了 既然你都醒了 赶紧走吧 那个美术老师还在那里等着你呢 怎样 爸 我现在身体很不舒服 很难受 我想休息休息 不行 学位都交了 回去不量位了嘛 赶紧起来 走 快点 住手 住手 秀秀爸爸 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呀 我要有个生命了 你还让他学习 我让他学习 还不是为了他好呀 要不然每次能考一百分嘛 走 王阿妞跟我回家 我不 我不要去上课 好啊 竟然不听我的话 别回家了你 王阿妞 要不然你跟我走吧 对对对 等你爸气消了你再回家 那好吧 小熊 你怎么还在写作业呀 老师 我现在写的是我爸给我报的补习班老师留的作业 啊 你的生命还没好呢 不要写作业了 好好休息休息 不行 我写不好的话 回家我爸该批评我了 哎呀 别写了 给我出去玩哈 到游乐场放松一下心情 哦 这样好吗 老师 没事 你爸来了 我跟他说 那好吧 走了 去游乐场啊 嗯 听说 那个游乐场可好玩的 夏叔 王阿妞 你干嘛去啊 我 我要带王阿妞去游乐场玩 游乐场 游乐场 补习课固制的作业你写完了吗 下午还有美术课呢 赶紧跟我走 老师 我不想去啊 等一下 兄弟爸爸 你为什么走着让王阿妞学习呢 你知道吗 他一点都不开心 学生的职责不就是学习吗 但是在学习中 一定要注意学生的身体健康嘛 对呀 爸 你一直让我学习 我都没有时间休息了 我很累的 累 我辛辛苦苦赚钱让你学习 都是为了你好 我都没喊累 你还喊累了 小弟爸爸 你有这样的想法 一点都不对 学生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家长 怎么可能 我做的这一切 还不能是为了他好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做的对吗 有点难免 你能做好事 我做的好事 你能做好事 你能做好事